大家好,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之前在双十一买的一些东西和衣服 那非常抱歉拖得有点晚才给你们发视频 因为呢,之前就是真的是工作有点忙碌 然后后来陆续就是也没什么时间去来录这支视频 然后我的包裹其实我也等了,之前也等了蛮久才运到新加坡的 好,所以呢,今天就跟你们分享我之前在双十一买了一些什么衣服 主要就是还有鞋子跟一些包包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从衣服开始 好,首先衣服的部分呢,是我在网路上Q10的TOKI TRY买了一些衣服 好,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这条白色的,对不起,这条红色的就是长裙 然后它的长度呢,是大概到膝盖稍微下一点点的长度 然后它的颜色呢,是这种就是酒红色的颜色,非常的秋冬的感觉 那这一条裙子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其实在电脑的时候看,就是看它的那个图片的时候呢 我原本以为它的材质是那种雪纺的材质,但是结果它的材质竟然是这种厚的真织的材质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意外啦,当然也很喜欢它的这个quality 那它的设计呢,就是前面有这一条,两条就是黑色的就是抽绳的设计 然后两边呢,就是有这个口袋 然后腰部呢,就是做这种伸缩的这种设计这样子 那这条裙子呢,穿起来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非常的好看 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裙子呢,拿来搭配黑色或者是白色 都非常的有秋冬的感觉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件 前面呢,是长这样子,后面就是这样子 它的下面呢,还有做这个一个很开叉的小设计 就是稍微带有一点点的性感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条就是牛仔短裤 对,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牛仔短裤 然后它一样前面呢,是做这种就是抽绳的设计 然后它的前面就是一样有两个口袋这样子 然后就是,就是腰部呢,也是做这种伸缩的 但是它却有分不同的size 我买的这个是L size,就是最大号的那一个 那这个穿起来呢,我觉得还OK,还刚刚好 就是材质也很舒服,不会说很刺刺的感觉 后面就是长这样子,非常的普通 那这个短裤我觉得平时拿来休闲穿啊 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拿来穿都非常的适合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条黑色的长裙 它是长这样子 对,这条长裙呢,就比较长一点 它是到脚,大概脚踝的部分 然后它的设计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样就是有这种抽绳的设计 然后两边呢,就是有口袋给你 它的材质呢,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它是这种cotton,就是棉的材质 请看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的材质很舒服 然后穿起来呢,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那种飘逸的感觉 就是不会显得非常沉重 就因为它是cotton 那后面呢,就是很简单啦 然后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非常简单的设计 我觉得平时拿来搭配T恤啊 或者是搭配一些牛仔外套都会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休闲的感觉 好,接下来这条裙子呢 我是在另外一个卖家买的 叫True Colors 但是这条裙子坦白说我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然后就是稍微对它的这个设计跟材质有点失望 因为在电脑的时候看的时候它的材质跟图片就是看起来很好 但是实际上收到的时候呢 就真的还挺失望的 好,首先它的长度呢是这种过膝的长度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这种类似百则群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它的它的材质其实还算OK啦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材质叫什么 就是还算挺柔软 然后颜色方面呢 相机看起来是稍微浅一点 但是它实际上是还蛮深的 然后它的腰部是做这种伸缩带 就是松紧带这样子 它里面这个是它的内里 就是我觉得就是设计跟材质做的还算OK 然后它这边你看有点已经 已经是抽绳就是掉出来的那个部分 然后它有附一个这个腰带 但是这个腰带我觉得就是有点太短了 然后就是绑的时候呢 就是绑了那个蝴蝶结非常的不好看 它旁边呢好像是对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小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穿起来呢 老实说有一点点稍微偏紧啦 虽然它是伸缩的这种设计 对它前面就长这样子 但整体上我觉得还算还算OK啦 就是如果真的是不要很像我这样 这么嫌弃的话还是可以穿 对就是这一条 好接下来就是一些上衣的部分 好上衣的部分呢 首先我买了这一条就是 白色的雪纺上衣 对它是长这样子 然后这一款是没有分size的 对然后这个上衣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 然后最重要是它的在这个 在这个胸前的部分呢 它做了这种立体的花边的设计 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看 非常的有女人味 然后也很可爱 然后袖子的部分呢 是这样子就是 算有点短板的袖 然后它的袖子的口呢 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伸缩的效果 但是它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收边的设计 对然后它的这个部分呢 是有点做这种网状的网状的设计 就还挺特别的 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透敷的感觉 然后材质也非常的好 就是其实它穿起来还好 就是不会很透敷的那种 所以里面应该是不用穿一件内搭 好后面呢 就是同样呢 是有这个花边的设计 它的花边设计是绕过整 就是一圈这样子 对然后它的上面这边有个小扭扣 就是给你扣住这样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件 我觉得拿来搭配裙子啊 或者是一些可爱的短裤 都会非常的好看 好 接下来呢 也是同样是一件上衣 不过这个上衣就 比较有一点秋冬的感觉 刚刚那个白色就 比较春夏 比较就是普通平时都能穿 那这个呢 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长袖的 就是落肩 有一点稍微落肩的设计 然后呢 它是这样子 它是有一点 它是 其实是针织的这个 这个材质啦 但是它的针织不是属于很厚的那种针织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天气来说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长度呢 它的袖子就是长袖的设计 然后它的上面这边呢 其实这个领呢 是这样子就是翻下来的 然后你可以穿的时候呢 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落肩的设计 就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带小性感 然后就也不会说因为它是针织 然后就需要包得很紧很密的感觉 对 这件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拿来搭配刚刚那个红色的裙子 就会非常的好干 很有秋冬的感觉 好 接下来就是我在双十一的时候呢 在淘宝买了一些衣服 然后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我面前这件白色的上衣 然后它的材质呢 是这种很薄透的 就是雪纺的材质 然后设计方面呢 它前面这边是做这种 就是交叉的设计 带就是可以绑成一个蝴蝶结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的袖子的部分呢 是做这种 它是长袖 但是在下面呢 它是做这种宽松的喇叭袖 就是感觉好像今年还挺流行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就是会比较有点飘逸的感觉 然后呢 前面就是这样子 近看给你们看一下 对 它就是做这样子交叉的这个抽绳的设计 对 然后呢 它后面呢 就是非常的普通 那其实这一件上衣 我觉得以材质来说呢 我觉得非常还算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这个雪纺呢 非常的柔 就是不会是那种很刺皮肤啊 或者是那种感觉很凌价的那种雪纺 然后这个卖家呢 还非常的贴心 就是呢 它还附送了一个这个 一件这个小可爱 就是那个内搭 就是给你穿在里面的内搭 就是完全免费的 对 它就是那个店家送的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啦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件上衣 你可以穿内搭 或者是你也可以不要穿 就是看你个人想要怎样的去做一个搭配 这样子 好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件黑色的长袖的上衣 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很普通的一件黑色的T恤的上衣 然后它的材质呢 是这种棉的材质 就是cotton 然后它的这个棉呢 其实它的quality非常好 就是质感很好 然后呢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厚一点的棉质 所以穿起来呢 就是不会说显得很怕会很薄透啊 走光或是怎样 然后呢 它的这个是长 算是长袖的一个设计啦 对 我穿起来是到我的手 手环的部分 就是长袖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 前面呢 它是做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点圆领的 然后在前面呢 是做一个小V的一个开口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点透 透到皮肤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还 还挺好看的 就是 然后黑色也非常的百搭 就是搭牛仔啊 搭裙子啊 什么都可以 对 所以这件我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也 当然很有秋冬的感觉 好 最后一件的衣服呢 就是 这一件 棕色的连身的花裙 那这件 我当时在电脑的时候 看到模特穿的时候 我就 其实就一眼就爱上它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 颜色啊 跟那个花的图案都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件其实我是准备买来 就是明年过年 过新年的时候穿的 好 首先先来看一下 它的材质呢 是这种 同样是雪纺的材质 就是 很柔软的那种雪纺材质 再来是 第二点是它的设计呢 是做长袖的设计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小扭扣 然后给你就是穿的时候 就是扣住那个袖子的部分 好 再来呢 就是它前面呢 这边有两条 就是连 就是连着的 那个长 长的那个带子 就是你可以穿的时候呢 然后在前面打一个 很简单的蝴蝶结 就会非常的好看 好 接下来是它下面的部分呢 它这边的 这个下面的部分呢 是做 这种摆折裙的一个设计 就会看起来比较 比较宽松 就是比较好看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挺特别的 好 然后近看 给你们近看 它的那个花纹的图案 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颜色跟图案呢 会稍微带有一点点 就是复古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其实 复古也算是一种流行吧 对 我觉得就是很好看 然后搭配黑色的鞋子 黑色包包 就会 就会有那种感觉出来 好 给你们看一下背面的设计 它这个是有领子的 但是它的领子呢 不是很 不是很 就是很大片的那种领 就是在这里 它穿的时候 然后领子是这样子翻下来 然后面呢 中间是这个 拉链的设计 大概拉到腰的 大概拉到就是背后的 那个中间的部分吧 对 就是这样整件一件事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件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是有复古跟前美的一种感觉 这样子 好 接下来就是我买的两款包包 那首先第一款呢 就是这个米色 算是裸色的那个 一个鞋背包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其实它的 就是它的手工啊 跟它的那个细节的部分呢 老实说 当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点越小的失望 因为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好 对 但是后来呢 就是看久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 它的这些车边呢 它的车缝的这个手工 做的还算不错 还算蛮工整的 就是也没有出很多 就是太大的错误 那这款鞋背包呢 它的袋子呢 是可以做调节式的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扭扣 在它的袋子上 我不知道是 是主要的用途是拿来盖什么 还是拿来装饰而已 但是它的这个袋呢 是可以做调节的 然后呢 它里面呢 是这样子 有一个扭扣的设计 对 然后呢 这款包 其实我觉得买下来也挺划算的 因为 它等于一个价钱 买了两个包包 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袋子 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一个拉链的袋子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啊 钱包啊 或者是其他的化妆品啊 什么都可以丢在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款包呢 整整个放进去这个这个袋子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呢 就把东西这样子丢下去 它的容量其实非常的大 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它的里面这个内里呢 我觉得它的材质做的还算还算OK 还挺舒服的 就是感觉应该是用那种很好的人造皮吧 就是不是那种廉价的 对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它的车边 里面的车边的那个手工做的 其实也还很工整啊 就是也无从挑剂了 对 然后呢 这个包我个人觉得拿来平时休闲的时候搭配啊 就很好 很好来搭配这样子 然后容量也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好 接下来就是一款包 那这款包呢 是一个黑色的鞋 鞋杯的小包 那相对之下呢 这款包我就非常的失望 因为首先呢 它的size呢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小 就是跟我在电脑上看到的时候呢 是稍微好像不一样的感觉 再来呢 就是它的手工其实做的没有很好 就是它这个翻盖的这个部分 它的边呢 其实 我觉得做的没有很好啦 就是感觉好像还有一些那个胶水 就是在那边 黏在那边没有干掉 对 然后呢 这款呢 它的袋子呢 老实说我也没有很喜欢 因为它来的时候呢 这个袋子呢 跟那个包是分开的 所以变成呢 我要这样子就是穿过去呢 然后自己绑一个尺节 然后它才可以拿来使用 但是其实它里面的容量还算蛮大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色的小背包 这样子 那这款我应该是可能 不会背出门吧 就是可能平时去家附近去吃饭 然后干嘛才会背它 对 因为它的容量其实也没有很 也没有很大啦 就是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对 所以这个我应该是会平时 平时就是去附近家附近才会背它吧 好 接下来呢 就是鞋子的部分 那鞋子这一次呢 我在淘宝一共买了三双鞋子 首先第一双呢 是这个 它是一双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黑色的乐斧鞋 然后里面 然后前面呢 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做这种仿旧的 这种古铜的那个设计 就是会有一点点稍微那种很vintage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它的材质呢 是那种漆皮的设计 就是有一点点亮面的 对 然后它的高度呢 其实还好 我觉得没有很高 对 然后我买的size好像是38 就是7号这样子 我的脚呢 大概平时都是穿38 38到39左右 就是看鞋子本身的那个cutting是大或者是小 那这款乐斧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很有休闲的感觉 然后它的 再来是我觉得它的手工呢 就是车边的手工做的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非常的就是没有说有任何的瑕疵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拿来搭配牛仔裤啊 或者是平时穿 穿一个裙子 然后这样搭配也不错 好 接下来呢 第二双呢 同样也是类似像一款乐斧鞋 然后呢 它这个的设计呢 就会稍微比较走一点可爱风一点 因为它前面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蝴蝶结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版型呢 是前面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尖头的一个设计 但是它这边的是圆的 所以穿起来还算挺舒服 因为我本身的脚挺大 所以就不适合穿那种尖头鞋这样子 好 再来呢 是它的这个材质呢 同样也是做这种黑色漆皮的这个 这个设计 然后它的手工的车边呢 其实也做得很好 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这样子 那这款呢 稍微它的高度呢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就是后面是这样子 一个粗根的一个设计 它的高度大概有 我看应该大概有 就是2cm左右吧 我也不确定 但是这款它穿起来呢 其实我觉得很舒服 就是它的皮呢 虽然是漆皮 但是它就是不大会摇脚 然后穿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走起路来呢 也没有说任何的很紧啊 或是怎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这样子 这一款呢 我觉得拿来搭配裙子也会非常可爱 因为它的这个蝴蝶街的设计 好接下来呢 最后一双呢 是一个平底鞋 然后它的颜色呢 是这种 就是深的墨绿色 我不知道镜头看得清楚吗 对 但是它的颜色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颜色 那这款这个平底鞋呢 它的前面就是做这个很大的这个扣环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是这样子平底的 对没有任何高度 然后这款呢 我穿起来呢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也不会说因为是这种漆皮呢 它就会非常的摇脚 所以我觉得穿起来整体来说是非常好看 然后我主要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我的黑色鞋子其实还算蛮多的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一双的时候呢 它有黑色有一个芥末黄跟这个深的橄榄绿这样子 那因为芥末黄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搭配上会比较困难 然后黑色又很就是很无趣的一个颜色啦 就是会我已经有很多双黑色的鞋子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这一双墨绿色 那我觉得它搭配起来非常的好看 我那时拿来搭配是我穿的那条刚刚那条红色的裙子 然后搭配黑色的T恤上衣 就整个非常显得有秋冬的感觉 那这三双我买起来的价钱呢 其实每双呢都不超过新币10块 其中有一双是新币7块9 然后另外两双呢都是每双都是新币5块多左右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便宜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CP值很高 因为它材质做得蛮好的 就是没有什么瑕疵这样子 好那今天所有介绍的商品的那个连接呢 我会尽量的找出来 然后放在那个description box的下面 好那我今天的这个双11的购物分享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